我自己本身一直都是研究本土文化的 而主力就是研究儿童文化 最有趣的就是发觉 我们经常都用日本文具 德国文具 或者欧洲、英国和美国的文具 所以文具原来和我们人 本身整个生活是很密切 甚至和我们人的健康、精神状态都很密切 这个我觉得大家过去 在香港以往的文具历史里 大家都忽略了 《文具及文文》来到今时今日 都已经差不多八年了 我们由2016年的年底开始成立 原因是因为最初 银子文房具的文具博物馆展览空间 大约开了三四个月 很多人来参观 参观完之后 就相反地 他们带很多物资来捐给我们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要想 其实有什么方法最快捷 和最准确地 可以将这些我收集到 而又用得到的文具 能够捐到给一些守卫者 正正就是没有文具人行 我们就开始 尝试用我们的面书 将我们收集到回来的物资捐出去 谁知道反应真的很快 其实我们累积了三个月的物资 可以在三天之内 就差不多有过百个单位 不同的机构 学校或者一些社福团体 就问我们申请 如是者就一直运作到去年的2023年 我们就正式更正了一个新的名字 那个名字就叫文具及文物银行 因为我想答谢所有捐赠者 因为都是来自民间 所以我觉得我们用一个文具及文物银行 这个名字就更加贴切 如果要问文具银行到现在 收集了多少件文具 头三四年 其实已经收集了超过过一百万件 能够用得到 而又真的捐得到出去的文具 但是跟着往后这几年 也都多谢所有热心支持的朋友 我们每一天没试过没有物资来的 而我们都处理到 就是说所有的物资 要在三天之内 就一定要离开我这个空间 为什么呢 是因为本身土地问题 其实我们没有太多的地方 去保存这个导物 去做储存 所以去到今时今日 我想肯定都超过二三百万件 能够用得到全新的物资 是经过我们这个平台 到世界各地的受惠者 不单止香港